今天就終於出發去今次這個意大利之旅的重點了 就是去這個叫做Dolomites的山脈 或者意大利文就叫做Dolomite 我第一站就先去了這個小鎮 我都會住在這裡 這個小鎮叫做Cortina D'Empesto 首先要簡介這個Dolomite的地區 主要分為東南西北四個區域 我這次主要是東面和西面 第一天的行程只有一個 就是坐車去Dolomite 然後再去一個Lago de Brice的湖 這個鎮我來的時候是九月尾 沒有什麼遊客 所以整個鎮也很安靜 而且是很舒服的 上了巴士去Lago de Brice 突然之間天氣就轉為陰天 還有一些木無魚 這個也算是Dolomite 就是最出名的景點之一 雖然我去到的時候已經差不多下午四點了 仍然還有不少人在這裡 還有一隻小狗 還有一隻小狗 一旦酒店房一打開窗 就看到這個景色 真的非常漂亮 今天的行程就會由這個鎮出發 去一個在Dolomite的湖 然後再搭車去Traciamat 即是三峰山 在這個Lago de Dobillaco 顧名C 就是在Dolomite的湖 今天天氣得很好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倒影 在這個湖超過一會兒之後 就搭下一輛車去到三峰山 去做一個健行 這個巴士是需要預約的 下車之後跟人們走到行山的入口 就是這樣 一來到已經超好天 天氣很好 風景又很漂亮 今天我會跟著這個101號的山徑走 這條山徑其實是走一個圈 大約四個小時都走完 一直以來指示都是很清晰的 自己設定了腳架 自己設定了腳架拍照 現在正式開始上山了 終於看到這三個尖尖 就是今天這個Trac的重點 是一個人來的 雖然我是自己一個人來 但這條Trac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拿過來一起走 所以整體都很安全 最高點就會看到這個湖 超級漂亮 看完這個湖 其實就等於走完一半 然後就走這個105號的Trac 之後就會比較多上上下下 前面這條斜樓是很斜 純粹想拍下不同的鏡頭 我記得現在大概是走到下午3點多 然後陽光收了一點 之後整個草地都是金黃色的 這樣是十分之漂亮的 完成走這座山 都算是在我Bucket List裡面 打個TAC 之後看到停車場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已經回到起點了 天啊 早安 花 什麼 還